哈喽 大家好 我是屏幕 现在看到是这个立直肥子笑啊 我们已经上半个月前15天前咱们修剪了那个视频发给大家看 然后现在的话是这个已经抽这个新烧出来了 抽这个新烧出来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打这个杀虫药 特别是现在这些嫩烧 大家看一下 很嫩 很利 很旺盛 现在长出来就行 所以一定要防虫 一定要杀虫 打那个药 打那个高效力清脂子啊 甲肥炎啊 阿维准树啊 或者杀虫霜啊 或者浮虫胺啊 或者低白虫啊 然后一大堆这种成分的药 随便选个两三个来打这种杀幼虫 杀这种虫的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杀虫啊啊 基本上的话 这个肥子笑的话 我们要放三 要抽三次烧 要第三次烧老鼠 现在是第一批烧嘛 咱们要放第三批烧 一共要这么多 所以的时候 我们要补充这个肥料给他 咱们有有 买一些复合肥要扔下去 或者你买一些尿素放下去 尿素的话像这些树放个两三斤差不多了 复合肥的话放个一两斤 有有机肥的话啊 放个四五三二三十斤的有机肥啊 放在周边就可以了 最好的话 如果你有情况有个灌溉这个水肥的 就是那种啊 灌溉水肥呢 也是比较好 这样的话 给他追肥 又或者你打一些页面肥给他啊 让他长得更快啊 让他长得更粗也可以 不过也打也可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反正最近的情况的话 一定要防虫 一定要打药防虫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啊 就是一抽烧像这样的 就要打那个杀虫药了 等到第二批烧老熟或者抽第二批出来的时候 也要打啊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还有呢 再者 你现在的粒子摘完果之后 一定要修剪啊 修剪完之后就把肥放下去 放下去之后就烧一出来就要打药啊 基本管理粒子的话 这个非子孝才这样做 非子孝一定要把它剃光头剃的比较光了 因为每年这样的话 会方便我们这个矮化 方便我们打药啊 管理啊 采摘啊 摘骨啊等等之类的啊 只有非子孝才会这样做 其他粒子的话 你偶尔修一下啊 也是可以的 非子孝的话修的比较重了 回缩比较重啊 今天呢 主要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修剪之后 半个月之后的这个啊 粒子非子孝的长势情况 还有今后啊 要做的一些啊事情啊 一定要打药 施肥啊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